管理系教授 陈泰安教授 给予谈人 台湾生态学会秘书长 蔡志豪秘书长 离地球公民基金会副执行长 王敏宁副执行长 请掌声欢迎三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是可以先从刚刚月音刚刚的报道开始 我们先吹毛求知的从他的材料来看 他在最后一段写说 因为我们画马英九中宣布的司力功能跟推动司力法 我画下句点一点都不满意 因为我一直觉得 对我们NGO来讲 就是非常困难这样的事情 好像永远没有句 好像我们在面对政府或是一个没有良心的财团的时候 我们是很辛苦的 虽然我们还不错 有天时地利 那这个人和我们的确是需要很多的努力 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中文座谈 能够请我们地球光明协会 我们这个王宿丁长 以及我们这个生态协会我们主人家这个 这个蔡萨秘书长在这边 我们一起来讨论的一个原因 不过在他们开始进行讨论之前 是不是容我先从几个角度来跟各位一起来看 就是说以国光实话来讲 我们好像认为成功 其实你可以看出来这一路走也是非常辛苦 本来是在我们云林那边 然后后来反而太成功了就跑到彰化 变成彰化要去云林 那彰化暂时的有一些成果 结果马来西亚就要接受我们的成果 所以他们只好去被人家警察灌一下 这样也才公平嘛 可是在这样的下去我们看 就是刚刚我们陈教授所提的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去思考 我们有没有可以比较好的方法 从人和这样提出一个比较持续的有效的策略 像刚刚提到海洋法这件事情 老实说我1994的说事论文 中山大学的说事论文就写海洋法 到现在海洋法还继续躺着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版本了 本来我们期待这一届 有好多的立法委员都很关注这件事情 但是他们进去以后奇怪好像又不太一样 那实力法更不要说了 就是在各式各样的政治形态当中 好像他就会变成遥遥无奇 比如说我现在注意到的进度是因此 那如果我们先从NGO的这个角色来看 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的过程 逃向我们所期待的那方向去走 这个以后我们这样做下去会更有效 我不知道像月音他连婚礼都要拿出来 所以我们来做为政治运动的社会运动的场合 我真的是觉得游戏里面佩服 可是我们不能期待有这么多的悦音 然后也不能期待他多架几次嘛 就是这样 所以这样子能做到我们有没有办法 找出真正的作用 找出真正可以共和运动的方向 那我们先从NGO的几个特色来看 NGO基本上是一个自愿参与 第二 NGO通常具有一些理想式 也是因为这些理想性 这些自愿参与的人就集合在这里 再来NGO非常强调独立性 就是因为我们独立 所以我们可以讲我们该讲的话 但是这三件事情 在今天的环保团体里面 老师说我们都遇到了两个 像我刚刚提到的自愿参与性 这个热情能够为几多人 热情能够为几多人 再来 理想性 不同的团体的理想性不太一样 有些人认为 反正我困难 我反过与我困难无关 去你们中央和你们中央的事情 这时候就会有落差 那今天我们在谈空气这个部分的时候 如果就整个大台中地区来看 台中谈好了 那彰化或是云林 会不会可能因为这样的运动太成功 而可能反而会有另外一些问题 所以在理想性的公司上也会舒服 那最后在这个独立性 老师说各位都知道 今天有很多挂环保团体的NGO名义等 然后实际上里非常多政府的 财源普通的一些产业历史存在 那它可能也常常在各式各样的产业 它代表这个环境的声音 那所以是不是等一下 就是当然两位都有所准备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从这几个角度上面 我们尽量来看 那未来在就像过去的经验 两个团体都在不同地方 做过很多的努力有一些经验 然后在未来我们也可以什么样的合作 那我们刚刚所讲的这几个角度 那是不是我们先请 先请王先生第一段 先请王先生第一段 有感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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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受 谢谢 主持人 要做一顿心情 要跟您大家好 智女 从高雄来 今天高雄 response 有5位平友组去计算上来 很多廠師都一直聽到說 很多數值都很高 台中很高 人家人很高 他們最高是高雄 今天做到現在的心情已經很重 謝謝主辦單位讓我們有機會 來報告一下我們的一些經驗 我用十分鐘的時間說一下我的一些分享 我們疫情公民基金會在07年成立的時候 開始處理我們說我們先傳到我們代替的 當時面對的一個比較重要的挑戰 就是台電公司 我們今天去找電一點 台電公司在我們小港區 找電的大陵國力發電廠 他要推進一個環體的更新案 大家知道他們講的一個更新案 其實講完碼片是更新 實際上要做大規模的重新擴建 他要把舊的燃煤機子換成更大型的燃煤機子 然後一次要擴張 燃煤量從一年一百六四萬噸 變成到八百四十萬噸 就五倍之多 大家知道這個燒煤增加變成五倍 不管你用怎麼樣更新的技術 通信物染物都會有大量的增加 所以我們當時專職只有三個人 還是決定要跳出來 一定要擋下這個案子 我們在中央在地方 我們都辦了相當多的活動 當然當時我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訴求就是 拒絕空氣品惡化 請大家聽清楚 我們沒有說要多好 沒有說剛剛講說要做到 電一支講的WHO標準 沒有喔 我們只是拒絕它惡化的一種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一個訴求 那在當時我們其實一開始 在地方辦的一個小的記者會的時候 我們就先開始去說服我們的議員 因為其實很多地方的議員 也搞不清楚地方有什麼大開發案 都不太知道 那所以我們當時是先從議員開始 然後由議員去串聯市議會的各黨派的議員 然後再由這個市議會去要求 我們陳市長 讓他們任內不能夠同意海邊大連電廠 做這個四座火力發電機組的更新作件 所以在這件案子上 其實我們是非常清楚的是 要求這個每一次的環評會 我們都會一直到說 下一個會議怎麼做開 就趕他打電話到網坡去問這次誰來 然後呢之後呢一次一次的會 我們就直接打電話到這個治黨室 問這次是副治黨來還是誰來 就是陳市一直往上 總之就是逼著他們一定要派錯話的人出來說話 那這個會議其實當時的環評專案小組審查 總共考了四次 那到第五次環評大會的時候 其實那一天真的是還蠻緊張的 因為看現場環評委員發言的態度 可以感覺到 我們大概是會輸到一票到兩票 所以當時其實真的是大家非常妙的緊張 那到最後呢 等於是2009年的7月正最後的一次要投票的那個環評會議裡面 我們其實就剛好算是也老天爺送我們一個小小的禮物啊 就是這個試應會當時在高雄開了 那試應會那幾天其實市政府有配合一些空氣體質管制措施 那些大污染的排放源就是降減或減減 都有一些協調 那經過了這樣的一個管制措施 那幾天我們真的非常難得看到高雄有這麼漂亮的藍天白雲 我們就把那個照片帶到這個環評會去說服這些環評委 我們不要只有這幾天可以看到藍天白雲 我們要的就是這樣子的空氣體質 所以在那個會議裡面等於是我們現場一直是跟組會 民間等於是在一個比較團結的立場 要求他們不可以通過四座更新擴建 最多就是兩座 因為兩座更新擴建後 它的發電量並不會少太少 很少一點點 但是我們希望這樣子可以大股的減低這個污染的問題 那一次的環評會其實滿有趣的 第一次在投票的時候 是七比七 就是七位委員是希望能夠到台電的一座 一次就更新四座 因為In that time 要划得來 一次就更新或建四座基礎 那有幾位委員其實是比較像我們的立場 就是一座 我們當然是希望一座 那幾位委員是說大概就是兩座 一個版本 另外一個版本是四座 那在第二輪的投票裡面 其實因為我們整個現場一直堅守在那裡 也請了最後那個 也有的李故事長 那也現場在那邊說 覺得如果你真的要四座 我就讓你一座都裝不成 你不要嚇嚇得很慌 然後現場媒體跟我們的一座民 一直守在現場 我想是某種程度是有 用剛才那個葉英講的念力 去感動了一些委員 所以在第二輪的投票裡面 就是其中有一位 原本是傾向於更新或建四座基礎的委員 他就索退票 所以後來我們是一票顯證 那這一票顯證呢 影響多大呢 我們單就地狀污染物的排放來看 其實環說出他一開始的時候 挺出來是更新擴建四座基礎 一年排放量大概是 地狀污染物一千五百四十個 各位到最後呢 堅持了兩年 審查協議 我們是要求他更新擴建兩座基礎 實質的地狀污染物排放量 不可以超過每年兩百五十六個 所以當我們現在知道 宣布2.5這麼可怕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裡面PF2.5 佔多少決定 但是我們知道 這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 污染減量的方式 儘管是經過這個個案 但是我們還是知道 整個高雄的空氣品質還是很不好 這張圖片雖然是非常的美麗 但是我們都知道 那上面是充滿了PF2.5 有些污染 那在去年我想 因為這個張英蒙 還有我們馬華華聯盟的 張高聖會 願意他們這麼努力 把這個全台灣的人民都注意到 這個空氣污染 尤其PF2.5對國人的傷害 去年八月 我們也開始跟張英蒙 有些不做 然後我想在這個過程中 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的東西 我們在去年11月 就跟張英蒙一起在高雄合辦了一場 PF2.5對國人健康影響的一個說明會 在這個會議裡面 其實現在如謝部長也是首次 親自帶了兩個科長來到高雄 所以我們也是 趕快把握這個機會 跟他說 你今天空氣污染的總量管子 空污的總量管子 已經有法源這麼久了 為什麼到現在 你還不能給我們一個公告 所以起碼高雄 我們只是要求 不要再增加這麼多大的污染量 連這點難道都做不到 所以我們是把握那個機會 去告訴他們我們的心聲 那在這個之後呢 其實當天 莊美傑到時候 有給我們一些指導 他其實我們看他的操控 其實大家都知道 那個九九封 兩張照片的對照 其實給我們非常非常大的期望 所以我們就決定 從今年的21號開始 就連續拍高雄的天空 拍了100篇之多 那100篇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就是無論如何 每天晚上再怎麼混 睡覺之前 一定要透過臉書 做一個短文的寫作 那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們最重要就是希望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能夠呼籲我們高品 已經習慣這樣子 空氣品質的高雄的這種族形 就是第一步 喚起大家的族形 那這是我們常常看到的 高雄三月份的天空 經常就是 迷迷蒙蒙 那天是天氣晴 不是那個英語天 但是實際上 在這張裡面 大家沒有看到一個東西 就是台山 所以真的是很可怕 那個台山 完全看不到 這是我們想要的天空 那在這100篇的觀察跟紀錄裡面 我們也注意到 原來在100篇裡面 我們高雄人 因為我們常常在講PSA降低 淘寶署的工法室網站 每一次就是把PSA 每年降低多少 當作他們的重量的證據 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反過來看 現在很多的產品 在出廠之前要求量率要多少 要提高 那我們高雄的工品量率有多少呢 在這100篇裡面 我們只有23天 呼吸的空氣品質是PSA在50以內 那事實上 我們知道這個標準都算寬鬆 因為PSA在50以內 有時候它的PN2.5還是蠻高的 並不是那麼 因為現在PN2.5 並沒有被納到這個 PSA的數值的計量裡面 那無論如何 我們把這個成果 這個很觀察的一個紀錄 當然是訴諸一個記者會 讓記者媒體 透過這個媒體 讓我們至少高評人 可以先知道 高雄的空氣品質是怎麼回事 在這個記者會裡面 我們除了高市議員以外 我們也邀了高市環保局 以及庭東縣環保局的空屋科的與科長 請他們現場在媒體市的朋友面前 承諾要跟民間團體站在一起 一定要儘快來點低空屋的排放量 以及推動中央來公告實施 空屋總量容量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也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訴求 就是我們今天中午說記者會 跟媒體說的 我們希望電視台 報紙這些媒體 可以即時的來播報 除了這些呢 我們在今年的5月 其實在市政總質詢 就是在市議會的大門口 我們也做了一個 小小的靜坐的一個街頭行動 除了在戶外靜坐之外 我們就在執行市場打詢的時候 我們就找了一個他看得到的位置 就站在那邊指標語 我們全程都沒有干擾他們的意識 非常安靜的進出 就讓他們知道 其實有一群高雄人 非常關心空氣品質的問題 我們要乾淨的空氣 在這個靜坐這個活動之後 我們在今年6月裡 遊說了市議員來做這個提案 這個提案呢 就是我們是要用到市政府的名義 來發文 要求環保署 儘快把這個空屋總量管制 這個法條可以公告實施 那這個法案在四個議員提案之後 總共有各黨派的議員 總共21個人連署 等於是總共25個人 在那一天都有表達同樣的意見 在6月的時候提案通過 那最近呢 我們也開始結合了一些年輕朋友 包括我們現在可能有些研究生 在對對空屋的問題有興趣 然後呢 也有一些媽媽們 接下來我們可能還會結合我們高雄的單車組 這個部分因為剛剛聽到1比5的 今天聽到這個1跟5這個比例 大家真的是嚇一跳 所以是一個非常有力的數字 去說服這些單車組 要加入這樣一個清淨慶空的行動 這是我們剛開始的一些小小的行動 比如說我們只是踏出了一小步 我們當然知道這個事情 還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要做 非常需要的是中南部的NGO 中南部的這些名義代表 一起站出來 大家來倒休息 這張照片 是一個朋友寄給我的 他其實是在琉球拍的 那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 這樣子的照片 照片是寫的 地址是寫的高雄 那以上所有的行動 我想是來自於莊教授 還有張英猛的第一師林醫師 還有我想非常尊敬的楊博士 以及淑芬姐這些人 以及我們執行長李根哲老師 也協助感動分析 那報告謝謝 我們謝謝陳教授 蔡秘書長及王副執行長